四大粮商为了抬高大厦粮食价格 竟然派出十万名员工疯狂扫货 十一 全国的红星超市粮食全部卖光了 有人恶意扫货 是四大粮商的人 那我们要限制购买数量吗 粮价好不容易才降下来 人们才刚刚相信大厦不缺粮食 现在限粮 岂不是前功尽弃 四千万斤粮食还能消耗多久 按照现在的放货速度 还能坚持十天 既然他想吃 那就让他吃 给他吃个高 四大粮商现在每天囤的粮食都在腐烂 现在还要买粮回去 每天的损失将是天文数字 等他吃的胃口爆炸的那一刻 我们就赢了 这几天一共扫了多少货 一共一千八百万斤粮食 加大扫货力度 拍出更多的人 去红星超市给我狠狠的扫货 是 不过 现在粮仓已经爆满了 新扫来的粮食完全入不了库 只能堆在外面腐烂掉 而且 仓库内不少粮食也出现了发霉腐烂的状况 我们每天的损失都锁一百亿借 你命令下去 让人扫完货之后 就尽找隐秘的地方烧了 以节省成本 是 十一 四大粮商又加大扫货力度了 本来能撑十天的货 现在恐怕只能撑到七天了 要不要对购买加点限制 不 绝对不能有任何限制 他们现在就是在堵我没足够的货 一旦我们这边稍微示弱 他们就会反扑的更加凶狠 传令下去 加大供货量 从十天一炮的供货量 改成七天一炮 不要营造出一种 或大量多 要多少有多少的氛围 绝对不能漏气 好 这群外国老简直丧心病狂到极点了 为了抬高粮价 居然把买来的粮食全部烧掉 那可是粮食啊 全世界多少基民做梦都想要的东西 就这么烧掉了 李纯刚是农村出身 自然知道农民辛苦种粮食有多么的不容易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连小孩子都懂得道理 粮食来之不易 需要珍惜 可这些外国资本家却拿他们当垃圾一样焚烧 为了仅仅是那两串臭钱 阁主 就不能下令去把这些烧粮食的人抓了吗 用什么理由抓 人家自己花钱买的粮食 想怎么着 是人家自己的自由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十一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大厦的粮食被买走烧掉了 十一 你给老子雄起 弄死他们 十一 你小子要是能赢 哪怕让我给你当老婆 我也公益 你可别让我们失望 别让大厦的亿万百姓失望了 十一 虽然老夫很讨厌你 但是老夫更讨厌这群外国狼 干死他们 老夫等着与你再动三代回合 下面的人说 全国红星抽出的粮食已经全部被扫空 现在红星那边已经没货了 我们已经联合当地媒体进行炒作 今天粮价技术应该能抬上去 只要接下来红星不再补货 这一波价格炸 我们就赢了 接着就是收割时间了 卡德加听后稍稍松了口气 这几天烧粮烧的他杆都在颤 七天的时间 各种损失已经达到了恐怖的两千亿 加上前期的损失 光是他这边已经损失了七千多亿了 哪怕是财大气粗的四大粮商 也经不住这么个亏损法呀 很好 按照计划形式 说完 卡德加开始仔细关注电脑屏幕上的大厦粮食实施均价曲线 果然此时曲线图在缓缓上升 终于涨了 这该死的基数终于涨起来了 不好了 各地的红星超市又大量扑货了 而且这次扑的货 似乎比上次还要足 还要多 红星超市经理了一半的货架 专门用来卖粮食 而且各种大出销 现在大家百姓只买够吃的 根本不想多买 只有我们在扫货 不好像红星的货源很足 我们还要继续扫吗 这个十一到底有多少货 我的持货量极限只有1亿5千万金 一旦十一的存货量超过这个数字 那么此战 我必败 扫 并且扫货力度加倍 给老子派更多人 拿更多的钱去扫货 十一这是在虚张声势 他手里明显没有足够的货码 他是在吓唬你们 只要我们吃掉他所有的货 这段时间烧掉的钱 就能十倍 二十倍的赚回来 扫 给老子狠狠的扫 十一 四大粮商又加大扫货力度了 这几天粮食售卖速度 几乎增加了一倍 超市的库存告急 最多后天 两千万斤粮食就会全部被扫完 自从我们十天一抛的量 改成七天一抛后 他们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进攻的更加凶猛了 根据这些天收集来的数据计算 四大粮商的扫货量极限 应该在一万一五千万 进到一万一六千万斤之间 保守计算 我们还有四千万斤的粮食缺口 如果这四千万斤的粮食缺口补不上 一旦我手里的存货耗尽 四大粮商的公式却不减的话 我们就前功尽弃 功亏一篑了 那种情况发生的话 怕是结果比你想得更糟糕 一旦没有抵御住四大粮商的进攻 那么最终结果 还是元老阁要跟四大粮商去谈判 那个时候 四大粮商要的条件 就绝不是最开始的那么点了 祈祷在存货用尽之前 我们可以把四大粮商下退吧 十一跟那么多对手交锋过 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棘手过 最主要的是 之前的交锋 最多就是赔钱 撑死了就是破产倒闭而已 大不了重头再来 可这次的战斗 十一只能赢 不能输 他不能退 这一退 就是大厦经济要倒退二十年 百姓生活质量要下跌数十倍 十一只感觉肩膀上的担子和压力更重 死战 我们只有胜利一条路 玩 传令下去 七天一炮的量 改成四天一炮 他们敢加速扫货 那我们就加速扑货 看谁胆子大 这种情况下 玩的就是心跳 与其拿着那点存量一点点扑货 不如加快扑货速度 给敌人制造错觉 还有四千多万斤的缺口 十一却要加速扑货 加速消耗存货 这特么简直是胆大包天的逆天操作啊 好 我这就安排 老大要求 七天一炮 改成四天一炮 加速扑货 撑死那群狗叉的 收到 怎么回事 十一为什么还有货 他到底还能扑多少货 不会比一万亿五千万斤多吧 一旦多于这个数字 那么 一切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所有的损失 所有的苦果 都必须咬着牙吞下肚子 不愧是四大两伤啊 笔运太厚了 这种烧钱法 一天都能烧掉好几个贫困小国的GDP吧 我这六千万金王室 估计不可能撑到最后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想其他的办法补充货源 我现在完全是在大众脸充胖子 必须想办法补充自带 问题是 钱我有 货去哪买 你也知道 四大粮商五货不出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处于缺粮状态 这个时候 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货 四大粮商的官方供货商们呢 都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他们一直五货不出 陈粮烂了 新粮变陈粮 损失应该不小吧 我们有没有办法 花高价撬动四大粮商的官方供货商 把货偷偷卖给我们呢 如果有100%的利润 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 如果有200%的利润 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 如果有300%的利润 那么资本家们连绞死自己的吊绳都卖给你 利润一旦超过500% 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那我们拿10倍的价格去买他们的粮食 他们会不会卖给我吗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的确 利润够高 确实能引诱不少供应商卖粮 但那得是他们能活着拿到钱的前提下 四大粮商跟本国的战方 有着密切联系 如果是你 你敢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去赚这笔钱吗 那现在只能先凑一步随步了 哦 红星超市的粮食已经变成两天抛售一次 而且十一放猪狠话 只要你敢买 我就敢放 你买多少 我就抛多少 眼看着手中积压的粮食越来越多 而十一抛售的货依旧源源不断 卡德加根本摸不清十一到底还有多少底牌 十一已经两天抛售一次了 卡德加 我手里已经没钱了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我为这次价格战店进去了整整八千亿的现金流 八千亿的现金流啊 港城四大家族账面上加起来的资金 都没有这个数字的一半 卡德加 凡森克家族也垫进去了八千亿 你必须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场价格战到底能不能赢 什么时候能赢 赢了之后能把钱赚回来吗 还要烧多少钱才能赢 这样吧 我跟你们两个签一份协议 价格战输了 你们亏的钱 由我来偿还 哈 是 我们签 但是如果价格战赢了 从大厦这里捞的好处 我钱都要 你们一分钱不能赚 想赚钱 又不想付出代价 世上可没那么好的事 相信我 十一现在已经是强奴之末了 只要咱们三个齐心协力 继续砸钱 他坚持不到这个月底的 就算这样 我还是要跟你签协议 安德森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只是单纯的累了 不想承担风险罢了 你分明就是对我不信任 你认为 我赢不了十一区区 一个大厦小散户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实际上 安德森也不愿意承认 他心里就是有一种 强烈的预感 十一会赢 这种第六感 曾经救了安德森好多次 这一次 安德森决定 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安德森 基金会封卡德加为第三十图 世界粮仓的掌控者 绝对不会轻易被区区一个大厦人打败的 我说了 不是不相信 只是单纯的不想再冒险了 家族的损失太大了 这场金钱游戏 我已经玩不起了 好 我跟你签 安德森 你等着瞧吧 这一战 我一定会大获全胜 到时候 希望你不要眼红我们决局到的利润